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个开箱视频吧什么的 你自己掏钱买的 这个不是赞助的 之前有方向盘是赞助的 这是一个排挡杆 排挡杆上面可以看到 这上面一共有七个前进挡 因为四个槽嘛 一个槽上面有上下两挡 七个前进挡 一个后退挡 之前就比较喜欢玩欧卡 美卡什么的 但是一直用拨片 之前用逻辑那方向盘 拨片就是 那结果用拨片的卡车是不是 也不是完全序列档 后来找到这个以后 就发现真正玩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需要半联动 否则的话你挂到一挡 你没有离合的话 直接惨的车是动不了的 就直接熄火了 就半联动的时候油门轰到一定的转速 然后慢慢的抬离合 就跟过去学家像的萨德纳一样 这真的是挺一样的 还是跟想法不一样 但是开卡车的区别就在于它是你挂了挡以后 抬一下离合它才完成换挡 而不是说你踩一下离合 然后挂完挡 然后抬离合 然后换挡 不一样 就还是跟纯的手动挡的车还是不太一样 后来就想呢 这个你就七个前进挡 或者说一般方向盘就六个前进挡 一个后退挡 你怎么开那卡车 卡车为什么会那么多挡 卡车那么多挡的原因不是说 它平时跑的时候真需要那么多挡 而是它真正拉货的时候特别沉 我们必须挡得持笔密一些 组合密一些才能比较节油的 比较省力的呀 或者是质量是能推动的 能拖动 比如说我骑车的时候过去骑山地车 骑的是三乘八速的 就是三乘八乘四速的 你听着有点多 现在的公路车我骑的是二乘二速的 你听着少 但其实看的是后面 看它之间的持笔密不密 我的二十二速的车 后边有一种十一档 前面大盘是两档 所以的话你十一档 它持笔就非常的密 你这样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 你处理的区间 因为卡车也是一样 它的持笔密一些的话 变换的密一些的话 它的步长比较小的话 还说步长的程序啊 步长比较小的话 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档 要说回这个 这一共七个前进档 或者说六个前进档 那卡车十二个前进档怎么办 后来就发现人家卡车 它在档板上面有一个高低档位 就是这个 我忽视这个馅啊 高低档位 切到高档和低档位的时候 它是换进去的档是不一样的 这种手柄呢 底下都会有很多气压的口 往里边是气压的 然后它这一拨动 这气压开关 然后就哪个通啊 哪个不通啊 什么的 它就换的是不一样的档 有一个切换的档位了 然后配合这里边 比如说六个前进档 二六一十二 十二个档 那每卡里边十八个档怎么办 想来想 那只能就是再多一个档嘛 然后后来搜索一下 果然是这样 确实是还有一个档 你看就是这个 播下来的时候 这个也能往前摆 然后往后摆 但是它有一个地方是互斥的啊 就是 往前摆的时候 这个是推不上去的 然后这个往前往上的时候 这个也是推不到前面去的 所以说这个两个开关呢 一共只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向后向下 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向前 三种状态 这样的话就出了三种组合了 然后配上六个档 三六一十八 如果配上七个档呢 那就是三七二十一 就是这样 改造这个时候也挺有意思 这有些都是漆压的怎么办 拆开了这个顶壳 把这个掰下来了 然后有两螺丝 把这帽拆下来 就发现这里边也是一个气压的封闭环 这顶上面可以看到有两个出气的孔 然后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只挡一个孔 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两个孔都包在那个封闭环里了 这样的话气就可以从那流过去了 把它通了 我就想 你这怎么改成垫的呀 开始想的是用个气压开关 后来看了一下 气压开关是不贵 几十块钱 但是那个压缩机很贵 而且很小 还有几百块钱 很吵 这个不行我偷 后来想一想 它那不有垫圈吗 中间还有两个弹簧去推着那个垫圈 保证亲密性 刚才我那个垫圈直接就换了 换成个导电的东西 可能铝箔什么的 开始想的是铝箔 然后就找我爹看 那有没有抽烟上去的锡纸啊 后来发现没有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待会说 然后就没有锡纸 这哪能锡纸啊 我说起刚才那个想的东西啊 我是一个经常做饭的人 我怎么忘了厨房里边有锡纸呢 好的 然后就用了那个药片 药片不有那种铝箔的那种塑封的包装吗 铝封的包装 然后就给捡了 放进去 这样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片 就这一动 那个铝的就开始动 那你出发怎么办 也很简单 底下也放一个片 然后从那两个小口里边呢 伸出两根导线 就这两根 这是两根线啊 然后一个放在一边 一个放在另一边 就正极负极就有了 中间给它拿那个挫刀给它挫开 这样就不导电了嘛 然后调整好的位置的话 往前一推的时候就是能导电 往后一拉的时候就不导电 这个下边的改装更简单 因为可以看到这一块 说这是一个金属的手柄 金属的手柄里边也是金属连接的 所以它是导电的 我就把一端连到它的铸铁键上 另一端从上边放一根 只暴露这么多的一个铜丝 使的是网线 这双脚线能看出来 往上一放就碰到了 就导电了 往上一下就不导电了 这就OK了 然后从淘宝上买个USB的编码器 就是说你能把它能把开关的信号转换成USB的摇杆信号 然后传到游戏里边去用 然后就可以支持欧卡 美卡那种高档位 多档位的这种东西了 我怎么当时就没想到那厨房里边有铝箔呢 真知道 最后这里边的口径和这上面挡位是不一样的 开始还想弄一个什么转换的 什么这边拧上去那边再拧上去不同口径的螺丝 后来发现这底下缠两圈电工教物就行了 你要是弄螺丝的话还存在一个 你不知道它吃进去多少螺丝 然后你拧的不到位 比如说它就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就拧完是这样的怎么办 你拿着真的这么湿了 后来发现电工教物简单 也不需要特别强度的一个连接 也没有什么特别沉的操作什么的 那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呗 这是今天的分享 下回再见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一条龙点赞 关注 投币 转发什么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对这期视频的想法 那么 下回再见 拜拜